OK 我又嘗試了一下 開那個 開啟的那個 進水 然後呢發現他已經停止在進水 可是呢 他的進水器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他 還一直在漏 那就代表就是說這個進水器真的是壞掉了 那我現在就只能等 進水器到 再把他關掉了 好我們來簡單介紹一下就是 馬桶進水器的更換 好那我們開始 步驟1 組裝進水器的零件 相信呢每一家規格可能都不太一樣OK因為有 有些那個進水器是通用型的所以他會給你多餘的零件 那如果你認為他是多餘的時候這時候呢你這時候呢你就可以不用去理會他就不要裝就好了 第二個 進水器上方的分流管指的是這一個OK 那如果你馬桶的水箱裡面呢有個補水原油管往這邊通 那 的話呢你分流管的開關就可以打開 因為這樣進水時候就是會 分流一些水 去加減做一個清潔 那如果你認為這個清潔沒太多作用的話你就可以不要理他把他關掉就好了那注意一下這個 方向是水平的狀態是打開的 那如果是轉過來的話那就是關的垂直的話就是關的喔 那步驟二 我們要做一個關水跟拆除舊零件 這時候呢我們要準備一個大椅子跟一個活動板手 拿大椅子或者是石塊的銅板去關掉進水開關指的是這個圓圈這個部分 第二個呢我們要拿活動板手去拆除進水管並取下舊零件 看你有什麼舊零件要拆就拆比如說進水器或其他之類的 那 那 取何取下進水管呢 取下的方向因為揉帽是在反面的所以呢 我們平常右轉是鎖緊那這時候你還是要去右轉 你右轉的時候就去取下 那如果方向不對的話你自己再試喔 不過應該不太可能不對啦OK 那注意一下啊 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必須先將水箱的水盡量放空 才不會水流滿地你要去拖地板 好那我們看步驟三喔 步驟三就是安裝的開始 安裝其實很簡單 你在裝進水器之前呢注意水箱裡面 那個平面呢 你就做清液一下就水那個平面的部分 第二個水箱的下方記住你要先放塑膠 那個塑膠 平面的塑膠電片再去鎖喔 如果說你方向 如果你順序錯的話你是鎖不緊的 或者說你將電片放在水箱裡面也是錯的喔 會一直漏水 好 步驟四 那我們就要做一個檢查跟測試囉 那我們裝好之後呢我們再去 再度去打開進水開關 水滿停止進水的時候我們要注意一下進水器 及補水管會不會一直出水 如果是的話你買到的零件可能有問題 呃我就曾經買到一個有問題的OK 第二個 聽一下 我們要耳朵靠近水箱 仔細聽 在停水之后是否還有些微的進水聲 有時候可能有喔 那這時候你就要注意了 那你買到的東西可能還是有問題 或者說裝你裝的可能有點問題 那 第三看 那我們要打開水箱蓋及馬桶蓋 注意一下是否有水持續溢流 出來 因為有時候水流量很小的時候你是聽不到的喔 OK你要去看 那狀況一就是進水器上頭是否有小量的溢水 影片的開頭 我舊的進水器壞掉就是這樣壞掉的 不是不是 是因為這樣壞掉我才去換的 不是因為這樣才壞掉 第二個 狀況二 補水管是否一直出水 因為如果 小水量的水的話你是聽不到的喔 你只能用眼睛去觀察 不然呢 一個月之後水費會自然告訴你 好那 那我們簡單的理解之後再去做一個 更換會比較輕鬆喔 好我們接下來就是進入影片 OK我們買了 一個 新的 單體水箱零件的 進水器 那可以看到一些說明書這個說明書有時候寫的可能不是 這麼好 我覺得寫的不是很好啦因為 畢竟他寫的漏漏等而且跟實況不太符 那基本上呢跟你的進水器 我原本的進水器是這個這個是HCG C300 那買了一道一個新的是長這樣子的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結構就是 這邊跟這邊不太一樣 不過應該也是可以用 那他還有多一個附件是這一個 那這個是用不到的OK跟這個 不是 那基本上 他是說可以使用好那我們現在就來拆解 那在裝的時候現在 將水卸掉那我們要注意一下 這邊有一個塑膠的一個墊片 這個墊片是鎖在那個箱體外面的下層 那我們現在就來拆吧看一下要花多久時間 OK OK OK那這個就是我們從那個箱體下方 解下來的 那 他拆的時候 因為他是在下方嘛實際就是 原本我們 正式的方向順時針的話是鎖那變成就是 你用同樣 這個方向去做拆解動作的時候這個變成就是退 的意思 這樣懂吧反正就是 呃 上下相反的角度就 上下相反的旋轉角度就對了OK 反正你鎖的時候也不要鎖太緊你基本上 鎖太緊也不是一件好事啊OK那你就可以知道到底方向對或錯好那現在我們將他放下來 OK OK我們就放下這個新的 好記得把它拆掉 好手的物系蠻愛的 好 好 然後我們把它翻回去 然後現在我們要鎖回去 OK那就是變成是 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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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機會 所以要把它翻過來 好險 我幫你把它翻過來 好,這有點歪 喬一下 OK 塞進來 大概一下,這麼長 OK 拿這個平行就可以了 好那 再將下方的那個進水管鎖回去 記得你要拆的時候先要將進水管拆掉 然後 Moments Later 好那現在鎖回去,我們來開水測試一下 打開 我們看到水就流下來了,那我們等一下看一下會不會自動停止 那如果自動停止的話就 就結束了 那有必要的話,你再調整一下這個補球的高度 OK OK好,我們看到現在水 已經停止進水 好,那這個是我們將它垂直關起來的位置 然後呢,第二次 第二次進水 我們把它卸掉之後,第二次進水一樣 OK 達成你要的目的 好,那 這個只是個人的分享 更換這個蠻簡單的 所以自己動手DIY版 最後 最後,謝謝您的觀看 如果這視頻對您有任何幫助的話 還請幫忙訂閱,點讚跟分享喔 反正